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抖凉 这句话是咱们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古语 可能很多听友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在哪 他出自西游记的第62回 就是唐僧师徒跨过火岩山之后 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叫纪赛国 这个纪赛国的国王看到孙悟空长相 大吃一惊就对唐僧说 说圣僧您长得如此端庄 怎么你高徒这般相貌 这孙悟空一听来气了 说你可别看俺老孙丑 陛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抖凉 你光长得端庄怎么捉得了妖贼 孙悟空这话也不怕伤着的师父 这意思就是你那长得好看 他不一定管用 你不能盲目的以貌取人 不能以貌取人 这是大家一个常识 话是这么说 但是到了现如今呢 在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恐怕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机会 去了解一个人的能力啊 经历啊等等的其他方面 你比如说男女之间交往 除了许多像人生观 价值观 默契 嗜好 这些心理因素层面之外 外在形象是非常重要的生理因素 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 如果一对男女交往过程中 第一眼就通不过 不及格 那么就很难再有机会 你会花时间 有耐性去挖掘 对方原来是个我很丑 但是我很温柔的好人 你可能就没这耐性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 都是凭借第一印象来判断这个人 并且决定是否跟他继续交流交往 这就跟心理学上有个名词 叫守阴效应有关 说白了也就是人的第一印象的形成 会对日后的交往和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可能短短那么一秒都不到 可能眼睛也就眨那么一两下 就已经可以啊 给对方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 大脑有的时候啊 人这大脑喜欢偷懒 总是需要对别人产生一定的主观了解 这个时候呢 人不可貌相 就变成了人需要以貌取人 那么说到这儿了 今天呢 咱们就给朋友们分析一下 以貌取人 它的合理性在哪 这个貌都有哪些内涵 我们什么时候以貌取人 它有可能是对的 今天咱们给大伙说说 这个以貌取人的合理性在哪 这个以貌取人呢 它其实有两层意思 包括这个外貌上的 硬实力和软实力 你千万不要以为啊 以貌取人就是单纯的外貌协会 就看它外在长相 美国的总统林肯呢 曾经说过那么一句话 说三十岁之前呢 父母对你的相貌负责 三十岁之后呢 你就该对自己相貌负责 当然这不是鼓励大家 三十岁以后去整容去 而是说啊 这人经历了风雨沧桑之后呢 个性和品格 都会在脸上留下印痕 或美或愁 都有你的心态决定 不管你是否愿意 你这种风雨沧桑 都会刻在你的脸上 向世人斩了无疑 咱们俗话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奋 是结交君子 还结交小人啊 性情相合 才能相知相交 抽味相投的 只会狼狈为奸 所以聪明的人呢 往往看貌相 他就有一个大致判断 对方是不是可以深交 是不是得相信 那么这以貌取人呢 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前面说了 他分为硬实力和远实力 他的第一个意思呢 是指硬实力 就是说看一个人长相的美丑 单纯的美丑 这就是人之常情 好看的人呢 也是一道风景 可以装饰别人的梦 自古以来呢 长得好看都是敲文砖 颜值高吗 很多时候呢 颜值高的人 他更受人欢迎 所以这是指外貌里的硬实力 软实力是什么呢 就这个帽的内涵非常多 不单是外表 更融合了眼神啊 谈吐啊 气质啊 以及许多小细节而成 就我们说这硬实力 是你纯粹外貌长相 软实力是什么呢 就刚才我说 谈吐气质这些东西 而硬实力指五官端正 相貌堂堂 这更多是先天生成的 软实力呢 子耳指意态仪表 性格人品啊 家教啊等等 这些往往是可以 通过后天训练出来的 所以硬实力 咱有时候改变不了 你可以提升你的软实力 所以你看有的人 长得很一般 可是呢 跟你一说话 或者说你看他 行走坐卧的 就觉得很优雅 很有教养 很有礼貌 那这些东西 同样也是 以貌取人里的貌 内涵之所在 你看咱举例子 有的人反差很大 清代康熙时候 有个著名的清官 叫施氏伦 谁呢 他是靖海侯施朗的 第六个儿子 咱们经常有一个 公案小说叫施公案 就说他 他爸爸不是海霹丽吗 咱们看康熙王朝 知道那是从台湾投降过来 著名的水氏地度 那么他的儿子 第六个儿子施氏伦 如果单纯讲报 这个层面 就我们说硬实力层面 那算丑的出类巴翠 这施氏伦什么长相呢 秃头 麻面 独木 歪塞 罗锅 鸡胸 这胳膊端着 走道还画圈 就全身上下 你看没什么值得夸奖地方 等到他这个参加科举 考到电视那关的时候 康熙一看他 开口说 说像你这样也来参加电视 施氏伦就打 说皇上是以财取人 不是以貌取人 那如何我就不能参加电视 这康熙点的头 就说了一手打油尸挖骨的 说你呀 脖子缩近耳藏肩 秃头斜眼腿划圈 前是鸡胸后罗锅 歪塞麻面身子弯 士君百年身死后 官国只需用黎原 其实这挺损 但是皇上说什么 你得受着 这施氏伦一听 他有才 他不该施弱 反应非常快 他马上出口成章做回应 他说皇上我也做手事 说我呀 铺头鸣思月 麻面满星辰 独木观邪症 歪塞温世珍 罗国见真主 鸡胸藏诗文 指手辐射计 单腿跳龙门 你看 这个诗回复的很有水证 有自嘲 有自信 有志向 也有对皇上的拍马屁和恭维 所以这电视下来呢 施氏伦其他的成绩也很优异 康熙就很惊喜 下旨呢 就说你呀 可以做巴斧学案 让他考察地方官吏 所以多年以后 你由于施氏伦的政绩呢 康熙称他是天下第一清官 你说施氏伦的帽 如果讲硬实力 几乎要打零分 讲软实力就是报表 所以说以帽取人的 第二个意思看呢 就从他软实力看 人是可以帽相 那么我们说可以帽相 以帽取人 那么都以什么帽取人呢 取人的哪些方面呢 这个帽包括三个层面 面部特征 言谈举止和穿意打扮 相对应呢 以帽取人的不是取美丑 而要取的是性格 人品 活法 情绪 教养 审美 等等 咱们一个个给大伙说 咱先说呀 面部特征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以帽取人 首先就会看脸 往往一个人的性格 就写在脸上 古人就说嘛 相由心生 静遂心转 一个人的心地 往往决定他的容抱 一个人的心情 往往也决定了他的处境 你大家都知道 这个《红楼梦》里头啊 《金陵十二拆》当中 宝钗是比较讨人喜欢的 古人 从相貌上讲呢 书里说 容貌风味 人多位 待遇所不及 说他的相貌啊 宝钗 脸若阴盆 眼若水性 现代话来讲呢 说白了就有点圆胖脸 皮肤白 眼睛大 一脸浮相 这种形容虽然俗了一点 但确实符合大众化的神秘心理 你征魂起身也常见类似内容 可见直到今天呢 这种类型的美女 还是很受欢迎的啊 丰满性感 皮肤白 眉目如画 应该是这种啊 让人一看呢 心里头就高兴的面貌 那么跟黛玉那种惹人领爱的薄病啊 应该说完全不同 他符合老辈人讲究的望夫相 一看就可以相夫教子 生儿育女 这是好媳妇 那么宝钗停时呢 不追求物质享受 宽厚善良 乐于助人 他帮助湘云呢 筹划请客赛师 送烟窝给待遇补身子 帮秀烟呢 赎回当调的东衣 主动捐出新衣服呢 给惨死的丫头金圈 这都是他与人为善 仗义输才的表现 所以说呢 这个宽厚善良的人 多半眉情目秀 一脸浮相 而狭隘嫉妒的人呢 好多都尖嘴猴三 双目紧粗 有句话 两腮无肉 必定难斗 而性格呢 喜欢精 比较温和的人呢 他面相呢 也相对温柔善美 性格暴躁 粗暴啊 情绪不稳的人 往往看上去 脸上一脸凶相 心疏不正的小人呢 经常一身一鬼 神色慌张 而单纯善良的人脸上 总是挂满 乖的微笑 让人越看越顺眼 越看越喜欢 所以交朋友说 你真得看脸 看人识人 有的时候 真是需要 这个一面之缘 所以这是我们说 脸上 就写法了性格 第二个呢 你的人品 往往在你的眼神里 能看出来 一个人的眼神 会出卖人品 孟子曾经就说过 说存知人者 莫良于毛子 毛不能眼其恶 胸中正则 毛子降 胸中不正则 毛子炫 就说你的眼眸 往往表现出啊 最显著 最难掩饰的部分 他这眼神呢 你言语动作态度 可以假装 但眼神是没法假装 你看咱们说 一个历史上的事 就三国时候 有个了不起的人物 叫钟慧 后来二十正宫 钟慧登爱 俩人斗 这钟慧呢 是曹魏大臣的 忠友的儿子 他呢 自幼才华横溢 聪明睿智 上道皇帝 下道全臣 对他很喜爱 有一次呢 大臣讲记 到他家做客 见到钟慧 就对他爸爸说 说你这孩子 不同寻常 你瞧他眼神就知道 一点都不怯场 是个胆大如斗的奇才 后来他爸爸带着呢 钟慧和他哥哥 他哥哥叫钟慧 两兄弟呢 去见皇帝曹锐 这钟慧虽然是哥哥 见到皇帝之后 吓得浑身是汗 而钟慧呢 就从容镇定 那曹锐就问了 说你这 你是哥哥 怎么为什么 吓得出出这么多汗呢 这钟慧就说 皇上天威呀 臣战战兢兢 汗如雨下 这皇帝又问钟慧 你怎么不出汗呢 钟慧一样画葫芦 说皇上天威 臣战战兢兢 汗不敢出 你看看 把皇上曹锐 逗得哈哈大笑 哥的今天 这都是非常漂亮的 脑筋计刀 所以我们讲一个人呢 突然间遇到大事的时候 惊慌失措 就像兔子受到惊吓 四处逃窜那样 所以我们称这样的人呢 说他眼神不定 这眼神镇定的人呢 大多有主见 有自己的思想 遇到问题 遇到障碍呢 不会被外界所影响 所以这类人呢 往往他有毅力 而且凭自己这些才干的 精神力量 来克服环境 克服障碍 同时呢 崇辱不惊 所以眼神镇定的人呢 是因为他有智慧 他能看到事情本质 并且能坚持到底 所以这个人品的好坏啊 往往刻在眼里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注意啊 心胸狭隘的人 眼里装的呀 都是别人的缺点 贪财好色的人呢 总是盯着女人的脸蛋 和别人的钱蛋 喜欢无视生非的人呢 眼睛总是盯着 别人的小错误 大作文章 相反呢 光明磊落之人 他眼里边看到的是 公平和正义 宽容大度的人呢 眼里看到的是 自己的未来 和别人的好处 言出必行的人呢 看到的是 每个人呢 诚实守信 所以这眼神里头 能反映出 你这个人人品 这是我们说 这个外貌啊 这是眼神啊 面部特征 然后我们再看 第二个部分 言谈举止 我们以貌取人的 第二个方面 就是观察的言谈举止 其中很重要一点 包括声音 看一个人的情绪控制力 你就听他声音 对一个成年人 最高级的考核 就是他的情绪控制力 在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 当你与人讨论的时候 如果你大声说话 那么对方也会提高嗓门 这样说话就会越来越激动 最终导致谈话 偏离主题 甚至是争吵 而如果你的声音 和顺柔婉 那么对方也会用 和顺柔婉的声音 和你说话 还有 如果别人用 非常急切的语气 和你说话 你也会不由自主 随之变得急切 如果别人用 非常悲伤的声音 跟你说话 那你也会 不由自主的感到悲伤 所以不同的声音呢 代表发音者 不同的心情表情 不同的心情表情 会给听者 也会带来不同的心情 所以声音表情里 透出的个人信息 一般人是难隐藏的 我举例子 很多朋友喜欢 听许薇的歌 你发现许薇的歌声 不刻意表现忧郁 也不是歇斯底里的煽情 他好像漫不经心的 在那唱歌 但是声音呢 却比较真实 又赤裸裸的坦露出来 他那一种忧郁 传入到听者的耳朵里 跟着他的声音 你可能不由自主的 就被感动了 你看你听的那歌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我对自由的向往 这歌我当时听的时候 没觉得他的声音在煽情 可你听着听着 就觉得 有一种很悲伤的情境 在里边出现 所以一般来说呢 节奏缓慢的音乐 会给人带来平静安定的感受 而节奏较快的音乐呢 就给人带来了激情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贝多芬的名作 欢乐颂 这欢乐颂 你听着这是一首 人类大同的颂歌 可如果你把他的节奏放慢 你感觉跟哀乐差不多 你听像不像哀乐 就是节奏一慢 就这么回事 所以说这个声音 有的时候 能非常准确的 反映出来一个人当时的心情 甚至这个人的性格 所以说温和友好 坦诚的声音呢 能够让听的人放松 增加信任感 降低心理障碍 一个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在婚姻里边 可能是孩子跟伴侣的噩梦 在朋友圈 可能是拉开的必要条件 在单位可能是同事的魔鬼 对自己呢 则是向上走的 一个绊脚石 所以你听他的声音 也大致能判断出 他的品格是什么样 除了声音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呀 他日常的一些最常见 几乎每天都要做的这个动作 来看出一个人的家教 你比方说吃饭 中国人大多喜欢 在饭桌上对孩子进行教育 就一个人的吃相 反映了这个家庭的教养 有的人吃饭呢 吃相难登大海之堂 跟着饿死口偷呆似的 我有个亲戚海外 从小就这样 上一道菜就迫不及待 大口往嘴里塞 嘴里还没咽下去 下一筷子又进嘴里了 整个嘴巴总是骨头铛 都溢出来了 两三道菜上了之后 他吃饱就下桌了 就感觉这 急得都不行了 给大家留一些印象很差 他现在长大了吧 他都改不了 别说那个外边的人 就亲戚 都闲得吃相难看 你想其他人会怎么想 就在吃饭的时候 除了狼屯虎样的 如果有人把盘中的菜 挑来捡去 甚至爬了到盘的外头 这种人呢 你交往你要跟他慎重 因为他专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一点不在乎 别人会不会嫌弃 也不在乎别人怎么吃 不顾及别人感受 说明他自私 没教养 反正如果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吃相文养 说明他有品味 走到哪里呢 可能他都愿意跟别人和谐相处 直到这个忍让 而吃饭呢 老是给自己在乎的人 夹菜的人 比如有些妈妈看到自己孩子 爱吃的菜 一直给他夹 这碗都碗了 还嫌不够 根本想不到 说做上这亲戚的 或者其他人的孩子 爱不爱吃 吃了没有 这种人也非常自私 吃饭的时候呢 凡是第一个夹菜 夹最大块的人 十有八九在生活里 他也是自私 那些肯为你先盛一碗汤 把碗里最好的那块夹给你 不扑张 不浪费 不过分挑食的人 基本上都是善良的 值得信赖的 再比方说吃自助餐 你经常拿一大堆食物 却又吃不完 在生活当中 他也必然是一个喜欢浪费 不懂得节约的人 即使去餐厅吃饭 对待服务员 有的人心怀感恩 懂得将心比心 礼貌对待服务员 而有的人就喜欢摆架子 态度十分霸道 对服务员忽来换去 我花钱了 我就是大爷 就可以随便伤害别人自尊心 这样的人的人品不怎么样 这种人在家里 也有可能把自己的爱人 当成保姆使唤 忽来喝去 所以这是我们说 通过他的行动 我们看 就是前面我们说 除了这个外貌以外 还要看他言谈举止 那么第三点 也很重要 就穿衣打扮 这也是以貌取人的 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你看 一个人的身材和穿衣打扮 就咱抛开美丑不谈 想知道一个人生活方式 你看身材就知道 好的生活方式 可以让一个人从外到内 从内到外 都发生一些变化 那些生活没有规律的 有的日夜颠倒 有的是大吃大喝 这样人多数身材臃肿 精神萎靡 有时候拉里拉糖 我们总是给不漂亮啊 肥胖啊 懒惰啊 拖延啊 矫情啊 不用心啊 生活粗糙 找好多冠冕堂皇的借口 却唯独忘了 你的脸 你的穿着你用的东西 都在默默诉说着 你之前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你比如说 有个公司呢 组织到北京郊区的山里 进行团队建设 爬山比赛 去了五十多人 这挺胖的和偏胖的人的 一半还要多 十几位女同事里边 几乎就没有瘦的 就显得老气 看不出具体年龄 也肯定啊 没几个爱运动的 所以你看身材 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你再看穿着 参加这样的户外活动 衣服穿的五花八门 有牛仔裤配皮鞋的 有这个穿的花了胡哨的 唯独没有几身 适合此类活动的衣服和鞋 这种过于随意的穿着 除了表达不专业 也说明本人对团队的建设 不用心 你一看就这么一点事 就能看出整个人的 他的性格是什么样 而这些人当中呢 有这么一位 他一周呢 跑步五天 每天至少十公里 参加活动呢 一身专业的户外品牌 不光是专业 也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受伤 有这样的人在里面呢 他的团队肯定能赢 何况他对手还都不堪一击 整个过程当中 有的同事啊 跑不动就放弃了 有的同事呢 摔倒受伤了 不得不去医务室 各种突发状况当中 也暴露出了每个人的智商 素质 能力跟健康状况 所以咱看呢 能卖萌的 得有点萌 不然你就是二 能取胜的得有头脑 不然你就是笨 能跑下来的 你得有身体素质 不然你身体素质就差 如果你身材胖 就必然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和忙不忙啊 减不减呢 都没什么关系 除此之外呢 一个人的穿衣打扮 往往能看出他的审美品味 前段时间有很火的视频 这个视频内容是 同一个小女孩 穿着不同的衣服 走在公共场合 测试人的反应 其实这段视频的本意呢 就是告诉人们 人不可貌相 这个道理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出发 一个人的依照外貌 动作神态 都在综合而复杂的 共同营造着 别人对他看法 这种以貌取人 是不分年龄和低运的 就你看着说 他穿不同衣服 说这不能以貌取人 但是他留给人的印象 他穿这个衣服 穿那衣服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 这种以貌取人的方式 决定了你 人际交往的高度和宽度 你看穿着很破烂的孩子 看上去呢 只有可怜跟无助 甚至人们会戴着 有色眼镜去看他们 认为小乞丐 小邋遢 很可能是想额你钱 而穿着大方得体的孩子 会在无形当中 给你传递一种信息 就我是有人关心 有人爱的孩子 我的父母对我很负责任 同时呢 也很用心的教我 为人出身的社交理 我有良好的教养 你跟我沟通啊 你很安心 你看这就是穿着打扮 给人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一张好看的脸呢 就像一本好看的飞页 哎 就书的飞页 令你忍不住 我想读下去 我们无法左右一个人容貌 但是我们却能通过 合适的打扮 给自己一张不被灵敏的脸 所谓合适的打扮呢 不是满身名牌 贵重的饰品 而是干净得体的同时呢 更加有色彩感和审美情趣 这不仅能够让人更加自信 而且能让你呢 以一种整洁得体的形象出现 就是给自己啊 一张赢的跟他人亲密 和认可机会的名片 这个主持人杨岚就说过 他25岁时候在美国的一段经历 说让他深刻意识到 形象对于一个女人的全部意义 他有一次参加面试 失败了 这面试官的理由 让杨岚非常抓狂 他说杨岚的形象呢 跟他的简历不相符 就拒绝继续向杨岚提问 杨岚低头看自己打扮 很明显因为穿着问题 他被鄙视了 这我们相信杨岚呢 可以用他的能力 让面试官收回他的鄙视 但他并没有得到表现能力的机会 而有一天中午呢 杨岚披散着头发 在睡衣外边裹着大衣就出门了 跑到一家咖啡馆里 咖啡馆里人很多 杨岚呢 被这个服务生呢 安排在一个啊 看起来像伊丽莎白女王一样 尊规与精致的老妇人对面 坐在这么一个老妇人对面 你看杨岚很年轻漂亮 那个老妇人岁数已经很大了 可杨岚这时候呢 下意识地得收起自己啊 宽松睡户下的运动鞋 然后杨岚看到老妇人 裙子下的那个丝袜 和漂亮的高跟鞋 以他这样年纪 你依然觉得他这个高跟鞋 穿之后他很迷人 而老太太呢 并不看他 从旁边呢 拽了一张纸 写了一行字递给杨岚 是非常漂亮的手写英文 怎么写的呢 说洗手间呢 在你的左后方拐弯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 你穿的现在挺乐腾 你打扮挺凌乱 在这个地方 你最好啊 弄得干净利索的 所以他提醒杨岚 你去洗手间 归着归着自己衣服 这时候杨岚才觉得 心里非常难受 为什么呢 觉得自己穿这个打扮 来到这个咖啡馆 是不尊重自己 以至于别人觉得啊 这个 你自己对自己都不尊重 那我怎么尊重你呢 所以杨岚想起之前面试的时候 自己的日常变装 你穿着日常变装 而不是职业装 去面对一个高级职业经理人 这应该是一种不尊重 所以说这个时候 杨岚理解了 这老夫人 为什么要他这么做 他出去 归着归着衣服 回来的时候 你看那老夫人走了 在桌上留下来 一行字 也是纸条上 叫作为女人 你必须精致 这是女人的尊严 你看杨岚就用他自己的经历 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就一个人的衣着 反映着他的眼光和品味 一个人穿衣服的品味 是审美的种种区别 也是内心世界的一种反射 你只有足够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 才能在审美当中 选出跟自己最合适的服饰 让见的人呢 感到如沐春风 更愿意亲近自己 所以永远你不要小看一个 会穿衣服的人 所以这期节目 我跟大家说的 人呢是可以冒相的 你不用说话 你的脸 你的穿着 你的谈吐气势 你用的东西 都在默默诉说着 你过去和现在的生活 是怎么过的 所以你千万别在 最好的年纪里 呈现出一副 特别丑 特别邋遢的模样 所以我说 人是可以冒相的 所以这也从客观上 敦促我们 要重视自己的外在特征 让自己的外在特征 就变成大家都能够欢迎 的一些因素 这样我相信 你的人缘差不了 你办事往往更容易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